7月29日,艺人梁永齐及美籍华语男歌手吴建豪等人 在金插嘴瑰丽酒店出席基因检测产品的发布会 今天,吴建豪带着还未痊愈的脚伤出席活动 他告知,目前正在康复中,走起路来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预计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百分之百痊愈 梁永齐表示该产品可以检测人体是否有隐性疾病的可能性 还有抗压能力、兴趣爱好及缺乏哪一种营养等功效 又报自己也进行了多个项目的检测 结果显示令自己感到既神奇又兴奋 昨晚,好友郑秀文13场宏观演唱会完美收官 整场演出无论是音乐艺术性还是娱乐性都是相当突出 梁永齐坦言当初也担心对方会受到上一次演唱会失声的影响 幸好对方没有受到影响,而是很顺利的超分数完成了演出 真的很替他开心,因为我也知道他在过程中对于上一次演唱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所以我这一次其实我每一天都有更进他的新闻 我希望他身体好,然后能够顺利把这十几场演唱会很顺利的结束 所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,其实不是他送一口气 我想喜欢他的朋友啊,我们他的朋友都送一口气 就是他真的很顺利的,很超分数的完成了他这个任务了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